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們在做解聯力的時候 有些題目當然是很基本題 然後有些題目就是依序漸進 會給你比較深入的題型 大致上你碰到分數 你就把分數把它畫成整數 你碰到小數也把它畫成整數 好比說這裡是分數 這裡是小數 然後比較特別的題型 像以這題也是比較特別的題型 兩個相加都等於0了 這個就可以標算 X跟Y它都是等於0 這個可以標算 然後其他的就還好吧 另外呢 在上一個題型裡面有一個 係數是對稱的那個部分 就兩個式子先加 然後再兩個式子再減一下 就會得到一個很漂亮的數目字出來 我們來開始做第一題 第一題都乘以4 乘以4 會變成2X-Y等於0 然後第二個式子是5X-Y等於18 這裡呢 像我齁 我就比較喜歡做加減消去法 我比較不喜歡做代入法 如果說是解連理 但是如果說是解其他的式子的話 我還是很習慣用代入法 我還是很習慣用代入法 這裡我就第一次我去乘以2 會變成4X-Y等於0 我們說這是第三式 第三式加上第二式 因為它互為相反數 你們看到這裡是相反數 相反數就相加等於0 也就是符號不一樣的時候 2加3是9X等於18X9等於2 X等於2我們就可以直接帶到比較簡單的 這裡比較簡單 4-Y等於0 Y等於4 X等於2Y等於4 如果說碰到分數的話 你就這樣子解決 第二小題是小數 小數我建議各位 十分為同乘以10之後 是15X加上25Y等於20 然後呢我們再除以5 3X加5Y等於4 5X加3Y等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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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整理過後 會得到這樣子的式子 我之前是不是有跟你講說 如果說它的係數是成對稱的話 我們可以加或減 但是因為這個數目字也很小 所以你要使用那個方法也可以 不使用這個方法也可以 那你就同乘以它的最小公倍數也行 因為這裡的數目字比較小 數目字比較小 可是我還是想要只看到那種最簡單的數目字 我喜歡看數目字比較簡單 然後倘若我們說這是第一式 這是第二式 1加2 我喜歡這樣子看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X加Y等於1 你看這樣多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是 然後我們在1-2 其實最好的是我覺得用2-1 因為我還是喜歡看正數 會變成2X-2Y等於0 然後是X-Y等於0 你看這樣子多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是 X加Y等於1 X-Y等於0 兩式相加 所以2X等於1 X等於1 2分之1 然後Y呢也會等於1 2分之1 好 1 2分之1 當然你如果說你不熟的話 你不習慣說什麼相加相減 那你就這一式你要乘以5 這一式你要乘以3 然後再去做加減消去吧 那你就會變成看到15 好這一題就解決了 我們再來看第三題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解決 第三題要先約分 你看數目之那麼大你就先約分 約多少呢 約5先約5 5 1 5 5 5 25 它還有3啦 所以你可以約15 直接約15好了 直接約15 因為我們約掉5之後 你看它有沒有3 它有3 所以就有15 約掉15之後 1 2 3 4 5 5X 3Y 15 嗯 這樣子很漂亮對不對 好 這個 78是39的2倍 117應該是39的3倍 39的3倍 39的是7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約掉39 第三次約到39之後會變成兩倍的Y 兩倍的Y 把Y寫在Y的位置上面 會變成兩倍的Y X的部分是-3X 約到39是-1 嗯 嗯 好 這是 第一次 這是第二次 我們做Y啊 第一次乘以2 第二次乘以3 我們這裡是做Y 因為 Y的部分比較簡單 是2跟3 2跟3跟3跟5 你要判斷一下你要用哪一組 你要判斷一下你要用哪一組 乘以2之後 是10X-6Y等於4 乘以3-9X加6Y 乘以3-3 這是第34 第44 3加4 X會等於1 嗯 很漂亮 再帶到一個最簡單的 這個比較簡單 -3加2Y等於-1 2Y就等於2Y就等於1X等於1Y也等於1 很簡單對不對 找簡單的關係數來說 就是數目字比較小的意思 好 我們看一下第4題 第4題 就是簡單的加減效區法 好 2X加5Y等於1 還有3X-4Y等於13 我的判斷都是這樣 就是你看2跟3 還有5跟4 你要做哪一組 2跟3比較簡單嗎 數目字乘出來會比較小 你待會做的乘法也會比較小一點 比較小比較好做 好 第1次乘以3 第2次乘以2 6X加15Y等於3 好 乘以2 6X-8Y等於26 這是第34 這是第4 大減小 所以3-4 會變成23Y-23Y-23Y等於-1 Y等於-1 做代入 找誰比較簡單 他好了 2 2 也可以使 減5 等於1 2 也可以使 等於6 也可以使 等於3 3 3 喔 數目字很漂亮 像這個2分之1 2分之1 數目字就不漂亮 就讓人家覺得會不會是做錯了 不用檢查 那像我剛剛講說第5題 兩個相加都等於0 而且前面的係數不一樣 我們這裡直接寫0可以不要做 然後第6題 工商時間 我們公司也販售手工罩 我們在這裡特別推薦 本公司最厲害的手工罩 松香強效去污加石罩 100%純天然的植物配方 你不要以為 純天然成分 它的清潔去污力不會夠 它真的 純天然也可以擁有 超強勁的洗潔力 跟去油垢的能力 我們拿下來的是抽油煙機的 除油槽 大家都知道這樣子的除油槽 是很難清理的 我在使用這個除油槽的時候呢 我先噴了一下我們的松香加石罩 然後呢 我再放到清水下面 去稍微清洗一下 你看我用我的手 去把這個油垢把它搓掉 然後那個手幾乎就沒有黏膩的感覺 當然還有一些旁邊的一些縫 還有一些黏黏的 那麼我就會用我們的四號罩 把它噴一噴 然後再用我們的菜瓜布 或者是用海綿 稍微把它抹一下 抹一下之後呢 這些油垢就會被化掉 就很好洗超好洗的 之前我們如果說是使用一些化學的話 你可能就要戴手套 或者是戴口罩 可是像使用我們這個純天然的四號罩去洗的話呢 媽媽在洗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她超好用的 幾乎是鋪傷手 這就是我們的四號罩 通常我都會在洗完之後呢 我再噴一些 在這個除油槽裡面 然後再把它放到我們的抽油煙機下面 然後我還會再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讓這個除油槽呢它有點水 然後讓這個滴油滴下來呢 它就會在水的上面 這樣子使用起來 下次再清的時候就會更好 清就像我剛剛做示範的時候 只要用手摳一摳 它就乾淨了 希望呢我這樣子的示範 可以解決你在清洗抽油煙機的時候的困擾 它是超好洗的 我接下來呢就要把它放到我們的那個抽油煙機下面了 有機會你可以買我們的四號罩試試看 我覺得可以解決很多家庭主婦的困擾 好第一個四子是3x-2y等於20 第二個四子是6x加3y加9等於0 好約掉3 2x加y等於-9 這個正9搬到另外一邊 好沒有錯 不是9 約掉3之後它是變成-3 約掉3之後它是等於-3 好這是第1四 這是第2四 第2四乘以2 變成4x加2y等於-6 這是第2四 這是第3四 這是第3四 第4加上第3四 7x 這個7x等於20-16-4-14 x等於2 x等於2帶到第3第2四 第2四 4加y等於-3 y等於-7 所以y等於-7 x等於2 好結束 我們碰到這樣子的題目 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所遇到的題型是怎麼樣 這裡的題型 就這裡是分數嘛 這裡是分數 分數就去分數 就是小數把它變成整數 這裡是數目字太大 我們做約分 這裡呢就乖乖的做 這裡是比較特別的題型 注意一下 這裡也是整理式子 然後再乖乖的做 好OK 香港人 聽話 computer 工人 說 簡直說 可以 是